今天三個人很開心地去高尾山行山 大家要開開心心和和睦睦 和和睦睦就是大家很nice 不要罵人不要好惡 但是這兩個人的樣子是 你說吧 我們看看如何 你們怎麼回答 如果你們不可以好好相處 那我們就不去行山 我會好好相處的 我會的 四葉好緊張 他好怕沒得去行山 喂 要表現得nice 你就算做戲都好 做戲就是不是真 不是真是很nice 假扮nice 做戲 就算做戲 沒有啊 沒有做戲啊 沒有假扮啊 爸爸聽到他說話 是 反正我都想去高尾山玩 是 就是 就和睦下 就是 好好地相處一下 好啊 嗯嗯 同學 要和睦目目 和睦相處 和睦相處 和睦有些 是書面語 是的 和睦 口語會說 說好,即是好好地相處, 或者和,不知道口語會怎樣說, 因為可能講廣東話的人都不是很喜歡和和默默地相處, 其實不是的,我亂說,亂說即是我亂說, 亂說即是沒有用腦就說, 沒有用腦,很蠢地說,亂說, 第117話,行山,前篇即是上, 好,他們就駕車去行山了, 又來到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即是這裡, 即是這裡,你可以駕車駕得很快,高速公路, 哇,爸爸的開逢車好厲害, 安田,你有沒有帶便當啊? 哦,有啊,我做了啊, 喂,今次好像是我第一次做便當啊, 你平時煮不煮飯啊? 呃,六杯麵算不算煮飯啊? 啊,杯麵即是有一個杯, 然後裡面有些麵, 是的,在超市有得賣的杯麵, 那你倒些熱水下去, 你等三分鐘就吃得杯麵, 六杯麵, 六杯麵, 算不算煮飯啊? 呵呵呵呵, 喂, 當然是不算啊, 六杯麵, 不算煮飯啊? 啊,爸爸跟我想的一樣, 嗯, 這樣啊? 那即食麵呢? 呵呵呵, 即食麵, 即食,呃, 即食麵, 又可以叫公仔麵, 公仔麵即是一包包的, 都是超市有得賣, 那你打開那個袋, 然後你將那些麵拿出來, 然後丟到那個鍋裡, 那你煮, 是啦, 公仔麵, 都是很快煮好, 公仔麵, 蛤? 會用那個煲的嗎? 呵呵呵, 呵呵, 你對呀, 安田, 你對呀, 呃, 都是不可以, 即是, 不算, 啊, 不算煮飯, 嗯, 呵呵, 這樣啊, 即食咖喱, 再加煎香腸, 即食咖喱, 即食就是, 即食就是, 即是很快, 即是很快煮好的咖喱, 即食, 可以即刻吃的咖喱, 蒸香腸, 阿爸用了平底鑊 平底鑊是你用來煎香腸的東西 不是一個鍋 是平底鑊 你有沒有試過不是煮這些即食的東西呢? 有蕎麥麵 還有便當丁丁飯 蕎麥麵是日本的一種麵 是沙巴 是凍食的 你煮完之後要放進冷水裡 然後就可以加 可以配什麼吃? 配蛋? 配... 配... 我都不知道 問安田才知道 他就說還有丁丁飯便當 外賣便當 不是啊 外賣便當不一定是丁丁飯 外賣便當是一個便當 你買就可以馬上吃 裡面有飯、有菜 可能有肉、有菜 你可能放進微波爐、丁熱就可以吃 或者不用丁都可以 外賣便當 外賣便當 便當即是日本的飯盒 即是一個盒 裡面有飯、有菜 飯盒 日本叫便當 我媽媽的便當店 是我飲食生活的支柱 原來安田的媽媽是做便當店 就是開便當店 他飲食生活 生活就是Live 他飲食Live 就是靠他媽媽來支持 來support 是他的支柱 支柱就是一條柱 就是一輪 怎麼說 譬如你建屋 你要有些柱 如果你沒有柱 你那間屋可能會倒塌 支柱 好 繼續 今天會不會去停車的地方 什麼停車的地方 服務區 今天不去 坐山沒有那麼遠 什麼是服務區 服務就是service 區就是area 或者zoom 服務區 不明白 不知道是什麼 日本的朋友可以comment 告訴我們 或者你去過日本 或者你get到是什麼 你comment告訴我們 服務區是什麼 啊 那唱首歌便到了嗎 你唱啊 唱一下就到了 哇 四頁要唱什麼歌 啊 四頁唱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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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四頁沒有唱歌 是我唱歌 你看日本的高速公路 你看 哇 很多條啊 上面又有 下面又有 神經病 好啦 來到了 高尾山入口 咦 很多車啊 是不是塞車 啊 不是 已經下車了 哇 很多人 他們走 走 走 坐山呢 喂 坐山在這裡 哈哈 我只是看到 第一眼 只是看到一間屋 然後找 坐山在那邊 好啦 他們來了 行山了 四頁周圍看 等著 四頁帽 好厲害喔 真的好 好可愛喔 這頂帽 有風 都不怕 因為他有這個 耳朵不會很冷 哼 我應該都買回頂 因為我現在 有風 我的耳朵會很冷 嗯 好啦 繼續 啊 有 有些小孩子 跟我差不多大喔 快點啦 我等不及啦 小聲點 小孩子都好心急 好想快點走山 他們等不及 嗯 跟那些任性的小孩子比 啊 四頁你呢 都 挺穩重的 任性就是 譬如一個小孩子 他想 吃東西 即是他想怎樣就怎樣 如果你不給他 那麼他就哭 他就叫 他就罵你 啊 我要啊 我要吃東西啊 我要玩啊 我要看漫畫 他不做你想他做的事 任性 安田就讚 是不是讚呢 不知道 安田就跟四頁說 你跟那些任性的小孩子比 你都挺穩重 穩重就是不任性 不過呢 我是任性的類型 即我是任性的人 哈哈哈哈 事業聽到 我應該不會有大姐姐這樣的樣子吧 蛤 我是不是像六歲了 嘩 是啊 事業還是五歲而已 那現在六歲變成大姐姐 六歲? 你不是五歲嗎? 是 是五歲啊 但有沒有一些六歲的感覺啊? 嗯 沒有感覺啊 哈哈 哈哈 四頁的樣子是四頁 反白眼 哈哈哈哈 好了 他們一齊看地圖 看地圖 怎麼走呢 看來是好 很多條路啊 OK 全程 走 全程 用腳走 就可以選擇六號 六號線 三號 就有電車 可以搭電車 電車在哪裡 這裡 這裡 不知道 電車 就是 丁丁 對 香港會叫丁丁 電車 還有 纜車 纜車 譬如你上山 它是吊在空中的 即是它算是會飛的 纜車 譬如你去香港看大佛 你就會搭纜車 什麼 纜車是什麼 你不知道纜車是什麼 纜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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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街上的 那些阿伯 坐的那些 好型的那些 阿伯 阿伯 不是 那些是電動輪椅 那些是電動輪椅 輪椅 即是如果你兩隻腳 走不到 那你想出街 你要坐輪椅 那電動就是用電的 不是用手動的 是用電動輪椅 不是這樣動的 是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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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上面 是半空浮著 這樣向前走 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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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在天和地之間 半空 半空 浮著 即是在這裡 好像纜車 浮著 浮著 有些這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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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的 實沒有錯 真是厲害 竟然在天上面 飄 飄 即是 這樣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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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坐 爸爸 去坐椅子 大概跟你想像的 不太一樣 等一等 徒步上山 徒步就是用腳 就這樣用腳 走上山 不用纜車 走到山頂 山頂就是山最高的地方 為什麼 空中的椅子 空中的椅子 蛤 我們不是冒險嗎 沒錯 是冒險 冒險 就是你去一個地方 你不知道那個地方有些什麼 你想知道 或者你想 找這個地方有什麼這麼正 或者會不會有些很特別的事情發生呢 會有些什麼發生呢 你不知道 你冒險 你去那裡冒險 冒險的話 就要用自己的腳 走上巔峰 巔峰 就是最高最高最高的地方 巔峰 什麼 你說得 很有道理 就是說得對 真的直接 纜車 等下山 那陣子再坐 下來那陣子 都算冒險嗎 下山的話 就不用這麼認真 哈哈 OK 安田的冒險是 上山 用腳 下山 坐纜車 哦 原來是這樣 嗯 OK 你說OK 就OK 那 一於這樣說 就是一於這樣做 好 那我們 走六號 六號線 六號路 上山 事業 你不要半途而廢 半途而廢 即是你走到一半說 哎我不走 我坐纜車 或者你做事 做到一半 你不做 哎不行 半途而廢 我不會半途而廢的 半途而廢都幾common 是的 喂 你 你會選走路上山 即是你會選走路上山都 幾令人意外 即是令人猜不到 啊 沒有什麼好意外 即是沒有什麼好猜不到 好啊 在公司裏面 跟那些同事說 我這次去行山 如果說我自己是搭纜車上山 那這次的旅行 不就一點都不開心嗎 哈哈哈哈 OK 安田是想浪費 即是想跟公司的人說 我去行山 我不是坐纜車上山的 我是自己用腳 用我自己的腳 走上去的 他想浪費 Amen 我想告訴大家 自己很認真地走上山 我才不想被人這樣說 安田 你又偷懶啊 你又選擇懶的做法 即是不想勤力 不想用力 很懶 很懶 啊 你經常被人這樣說啊 哈哈 完 噢 好了 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安田 今次選了一個 不偷懶的做法 看看他們 會不會半途而廢 會不會走到一半 安田就說 喂 其實 我們不如 搭纜車吧 哈哈 我們下集再看 拜拜